欢迎收看约电影 大家好,我是小雷三 今天给大家讲了一个大家一起玩魔术的故事 话说,魔术天堂四骑士接到了天眼组织的一个新任务 在一位科技大亨的新手机发布会上 揭露他收集用户信息的阴谋 可就在一切都顺利进行的时候 被一个神秘人揭穿 还神奇地将他们从美国传送到了澳门 与此同时,四骑士的领络人罗德的卧底身份也被曝光 原来这一切都是科学怪材哈利搞的鬼 目的就是绑架四骑士去帮自己窃取一个神奇芯片 四骑士表面假装答应 暗中去计划拿到芯片后交给天眼组织 再想办法掏出升天 盗取芯片这段建议去看完整版真的特别精彩 与此同时,罗德为了找到四骑士 不得已将老黑带出监狱寻找歇索 好不容易联系上丹尼尔时 哈利也带着手下前来抢夺芯片 罗德为了芯片不落入他人之手 掩护丹尼尔逃走后 与哈利的人一番撕撤 不过双拳难逼四手 罗德被抓起来关进铁箱 扔进了大海 此时的罗德死到临头 突然想到魔术手表里的暗针 利用暗针逃出铁箱后 被四骑士拉上了暗 最后大家决定以牙还牙 返回伦敦在除夕夜展开终极复仇表演 揭露哈利的真面目 此时哈利非常担心四骑士的计划得逞 于是带着手下来到伦敦阻止他们 很快哈利就将四人绑上了飞机 拿到芯片后 四骑士也就没有了利用价值 于是将他们扔出了飞机 可没想到被扔出飞机的四骑士 竟然漂浮在机舱外冲他向 原来飞机根本没有起飞 而是在一个风洞里做模拟飞行 都是四骑士造的假象 风洞外正是聚集了上万人的伦敦市中心 哈利的真面目被揭开 种种罪行被公之于众身败名裂 正所谓多行不义彼此弊 这部电影虽然不是野人入圣 但还是延续了前作炫酷的感觉 空宇那段真的是挺棒的 剧情方面虽然逻辑性不强 漏洞也挺多 但特效及视觉方面挺到位的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 就来一波点赞收藏加关注吧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